明天从地平线升起的是威胁还是希望 面对气候变迁 领头的羊群已经开始行动 一档具有时代意义的基金 富兰克林坦不顿全球气候变迁基金 以欧盟SFDR最高规格将减碳龙头汇聚一堂 以永续致永富 富兰克林国民的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口前应详愿公开说明书 富兰克林证券投顾独立经营管理 101年尽管投顾薪赐第025号 我觉得你要换护照你现在 现在就去 Gima Right now Immediately 他就被永永宜送到医院去开刀 哦 账单来了 22万瑞郎 那听众会觉得我们这两个老屁股 不是 你们一定是节目撑不下去了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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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起飞了 怎样 怎样 没有啊 说话啊 就是要 你说啊 就是要等 等什么 等边境解封 这集不是都已经这样子乱下标题了吗 没有 我觉得很多人在等 很多人在观望 嗯 这集就要聊聊说 观望 观与不观 不是 你要观望 但你也要做事 但问题是 你如果观望不做事 你就会 付出更多的成本 哈哈哈哈 你直接下诅咒 这样不好吧 不是啊 我们那个社群就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 没有 他们是很真实的案例 不是活生生血淋淋啦 等等 真实跟活生生血淋淋的差别在 真实 他比较中性 活生生血淋淋 你有在 那个 好 有负面 好 我接受 我接受这个解释 乱来 好啦 我们这集聊呢 假设不小心明天 我不知道你的明天是哪一个明天 对 但是如果明天宣布边境解封 我觉得最低底线应该是免隔离吧 嗯 但有人跟我讲说 不要 我要免隔离还要免PCR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杰西大叔 诶 乌兰 大家好 我是奶茶 我就聊下去了 你就聊下去了 完全没有在管的 不行 我们要很很慎重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 不然怎么会打开 不一定 哦 有新的朋友啊 哦 新的朋友大家好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诶这样子我们这一集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人吗 诶差不多诶 我觉得概念上你都要朝这个方向去想 但是如果你处的国家 嗯 或城市或你哪持有的护照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举的例子会不太一样 对 那你就依照这个概念去查你的国家的一些规定 对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还有新加坡的朋友们 诶 我那天看还有非洲的朋友们 到底是 怎么样非洲朋友惹你了 不是 是因为我一直喊耐吉利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 这个声音会变成SEO 然后传出去这样是吗 那我现在乱喊啊 我现在乱喊啊 怎么样 我可以喊个美国 喊个那个 美国本来就有吗 巴西啊 智利啊 我乱喊嘛 不是喊冰岛吗 冰岛 对 现在这个天气只能去冰岛了 对 可以开耶 诶真的吗 那就开了啊 这样为了这样 我愿意去美国一趟 可是要转三次哦 没有关系 能去冰岛要转几次都可以 而且芬兰航空开西雅图航线 Let's go 九月 好了 回来 我们这边呢 为大家整理成十个重点 我们用聊天的方式 给你一些想法 但是呢 我告诉你 这每一个心法 我们都讲过 每一个概念 我们也都每天在社群里面回答 那为什么我们要重录一次 我们没有重录一次 我们只是把它整理一次 你不觉得吗 最近我们在社群里面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是 我很想用剪下铁商 然后他们又会觉得你没有诚意 我声音都做了 部落格都写了 我还不能剪下铁商 还真人回答 培寮服务是要钱的 要终点费的 你不是罐头哦 你还真人回答 然后还针对每一个讯息 仔细回答 对呀 客服做到这样很好了吧 要钱了 然后你连一杯咖啡都没有收到 还讲咖啡这哪是啊 我已经放弃它了 我自己泡 好啦 我们来整理一下 如果你是新朋友 你忽然知道 可能明天或下个月 嗯 可能 我说可能哦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免费 我们现在是一个假设性 但我觉得有这种些微的可能 所以意思是这一集要马上上 这个礼拜就上 我刚不就跟你讲了吗 立即上 对立即上 趁时钟还没有转到那边的时候 我觉得很快就会转到了 因为每个人 我告诉你我最近回答的私讯 都不是去出国要不要PCR了 不然呢 奶茶你猜什么时候会免隔离 每天都猜 每天都要回答三个 这就是你刚刚一开始讲的 每个人觉得 他的可以出国的要件都不太一样 对 每一个人能够忍受的限制 对我之前就说啊 其实我老是讲的 我七天在家隔离是OK的 我要扮演酸民 酸 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 怎么样 在家工作 不用去上班 想出国就可以出国 你这是小粉红吧 为什么有那个大陆家 我们现在不用上了 可以尽量酸了 对啊 你讲什么我都可以用那个酸民来回答你这样 那我现在三加四我也可以出国 三加四我觉得后面的四就不用酸 因为后面四是 没有你不是要酸吗 三加四啊 那还是要隔离啊 又不是不用隔离 谁有三天可以去隔离 那你就等完全开放啊 完全开放就已经机票很贵啦 真的你都可以回耶 我真的都可以回啊 哎呦我遇过太多了好不好 反正就是那种又要便宜又要直飞 然后又要不要隔离 然后最便宜也都给他 这样就好了 那不就是台湾雕吗 我没有说你说的 好啦我们回来讲心法 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已经有一些准备 然后他可能想要知道 有没有不完整的地方 我直接转回来咯 你这甩 你不要因为去了那个力宝赛车场 就尻那么大的那个法夹丸好不好 那个好好玩哦 下次带你去 十圈 好吧我们一起 你有上去开 十圈哦 算了吧 我就可能那个慢慢开 这样不行 那个就叫速度 好啦 你就扯远 不是你应该是说 这几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整理的是 真的是我们一直在剪下贴上的东西 我们从2021年 啊 有那么早 对啊 我们从2021年 然后那个时候欧洲开始宣布 部分就是开放 然后欢迎全世界的游客前往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搜集这些资讯 包括我去了捷克 我们一起去了西班牙 对 然后我又去了一趟西班牙跟葡萄牙跟瑞士 跟意大利 跟意大利还有德国 嗯 然后呢 加上最近真的边境解封的消息慢慢出现 虽然确诊率也蛮高的 但是我相信在准备旅行的人非常多 然后我们也一路都在回答或整理这些资讯 嗯 呃 我们不是旅游两年那一种人 而且我们中间 我们中间也没有停止旅游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个很棒的地方啊 这是关不住啊 只是你关不住的比例比我还要高 对林杰西上个礼拜我还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然后他就每天就跟我说 诶韩国 韩国要预约什么什么 诶什么 我预约了耶 啊对 然后呢 诶日本怎样怎样怎样 我就说你是关不住 他说对 他闷坏了 我说你都已经出门了 你还说你闷坏 那两年没有出国的人怎么办 我觉得一定会碰到一个紧张 就是说 在松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看到台湾雕 蜂涌而出 最近我们看到从三月我 你为什么不down我 我没有想要理你的意思啊 这个偏激的讲法 你不能这样讲啦 我跟你说 应该说从三月之后开始边境慢慢的松绑 我觉得是很慢啦 就是从机械时间 比我想象中的慢的 因为其实三月中就已经耳闻 要开始松绑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机场已经慢慢的恢复了部分的人潮 包括去美国的人 包括去欧洲人 比如说像阿联酋啊土航这些 平时Normally就有在飞行的这些 到昨天还很多人跟我说 蛤 我们已经有航班可以飞去欧洲了 一直没有断过耶 对 我说一直没有断过 只是多多少少可能会减班或者是调整 你知道我查到 你又要查什么 你先说 我查到你新航为什么被取消的原因 为什么 债货 他先债货 债货不债人 烦死了 一定是没得赚嘛 对不对 没关系我可以跟货一起啊 那你是货 对啊 我这么胖没有关系的 那你不要取消嘛 好来 所以呢 其实陆陆续续 杰西应该有看到 现在入境跟出境的人数 相比去年来讲 应该多很多了 我觉得这个数据是台湾的数据 我们都在看全球的航班数 航班数的这个数量 已经恢复到这个2021跟2022的这个水准线之上 也就是说呢 我们目前的水准值略低于2019年在疫情 包括之前的这个数字 还没有超越过 但是目前来讲已经比之前前两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几乎都cancel cancel cancel那一种 嗯嗯嗯 其实也没有全cancel 那其实只有掉了大概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慢慢往上拉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也许你现在看到过去国人经常搭乘的这些去日本的连架航空没有恢复 但是全世界多数的航班都在恢复 所以我们看到的状况 我要申诉 你要申诉什么 酷航很早以前就有了 就我去不了啊 可是他搬一直都在 对其实酷航的搬机一直都在 然后你说虽然 他在货 虽然啊那个张先生的新宇航空 也在货也在货 虽然他一开始就遇到疫情 但他也一直都有在飞 对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经常看的亚洲线还没有完整的恢复 包括两岸的搬机 但是世界上很多的航班已经慢慢恢复到疫情之前 那我们经常看的 一定水准量了 差不多差个一成 那也算是还不错啊 对对对 而且你看像欧洲机场这两个礼拜也简直都炸开了 炸开炸开 是什么节日啊 最近应该不是什么节日啊 就是只有暑假即将来临就是大观光潮啊 美国也炸开耶 就是放假学生放假 死小孩 学生放假 可爱的小孩 可爱的小孩奔跑出校园了 那我觉得 东跑西跑 这可能也是国家在思考这些策略的时候 他们也会担心 因为疫情并没有消失 他只是趋缓 或者甚至于打疫苗的人变多 用另外一个形式去存活者 好 但疫情我们不讨论 我们现在只讨论说 假设明天开放了边境 或者是那个边境的限制是你可以承受的 是你可以承受 譬如说忽然间变成零加期 那你应该要做哪些的准备 不过我现在跟你说 你现在如果听到节目 你还没有做准备 你就太满了 如果明天就零加期 我已经准备好的里程 直接刷了就走了 你箱子准备好了吗 箱子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一直都在那边 可是我告诉你 这等一下我们要聊的 就是有人箱子还是打不开 好我们先第一个要准备的是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查机票 你已经有点慢了 慢很多了 对因为通常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你之前 事实 事实 对 因为不是活生生写的你吗 是事实 事实 对 你有查到非欧洲两万三 两万三的新航吗 新航对 可是这个价格目前在暑假 已经看不到了 这张票是在2022年 就是今年年初的过年 这一段时间查到的票 那基本上 你要在过年 以前在疫情之前 你要在过年期间 查到暑假 这么便宜的机票 不容易 不容易 这种价位 因为暑假 尤其是台湾直接出发的 都算是网季 那讲白话 就是航空公司会选你一票 所以呢 现在你也查不到 这种两万多块的机票 你如果查得到 它大概是要中转很多很多次 或者是要绕很多时间 甚至于你转机时间 要拉很长的这种 有啦 我后面有看到 但是不是这个月份 是九月十月 那就不是你能出去的时间点了 嗯哼 对 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你如果想要掐暑假 要出国的话 嗯哼 然后你还没有看到 你心仪的票价 那就是很贵的 哈哈哈哈 你说要看到心仪的票价 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怎么了 你心仪的 跟我心仪的 绝对不会长一样呢 呃呃呃对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上一集 已经吵过 那一本票的部分吗 嗯哼 一本票的回想 那个蛮大的 我觉得大家很想去了解 这些票物的根本 我觉得其实好学的人很多 应该这样说 对 可是我必须说 那个 有时候呢 航空公司让你只挂 是给你一个方便 再次说明 两本票 两张机票 是两个契约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面不管 哈哈 好啦 这就是大概念 我就是要呛 嗯 不要这样嘛 哈哈 好 我觉得最基本的心理准备 就是你买一张票 嗯 那就是一张票的处理 你买两张票 就是两张票处理 嗯 那如果人家愿意给你方便 那不是表示那是应该的 那不是 嗯哼 只是某些航空公司 像国台了 嗯哼 他常态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他要揭飞到香港 去飞欧洲吗 或者其他的地 的航点 嗯 这个我们就 下次他夜配我们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说他的好话 呃 我们刚刚不是讲好话 哈哈 对啊 所以我说他下次夜配我们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说他的好话 亚洲万里通 翱翔全世界 是什么鬼 对嘛 我也还宇一家 不要这样 哈哈哈哈 好啦 回来 好 所以机票的部分 其实 在这种疫情当下 就是 你如果还在2022年到2023的前半段的话 花式飞法 是要特别小心的 呃 所谓的花式飞法 一样我们在上一集 一本票的这个票物里面 有特别聊到 就是跟奶茶一样 不是正常飞的人 呃 对 没错 哈哈哈哈 不是因为我 我觉得我上次那一集的那个 有一些概念没有讲很清楚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要先把10个心法讲完 你再去讲 你那没有讲清楚的事情 你那没有讲清楚 我觉得大概展开要半个小时 反正就是外站出发啦 然后开口机票啦 那这两个要特别小心 我觉得正常人 不太会去 踏去这件事啦 没有 我跟你讲 嗯哼 我的亲爱的两妹 啊 她收的时候就开始乱收 啊 因为她是价格先决 对 通常想要省钱的人 才会去做这样子的决定 好 那她的目的地是希腊图 然后她就是从台北飞 飞人川 人川再飞加拿大 加拿大在飞西雅图 她不是度蜜月吗 不是 她老公是美国人 啊 OK 但是呢 来 这个飞法会碰到什么问题 台北飞人川 对 人川飞 呃 温哥华 温哥华 嗯 温哥 华 西雅图 西雅图 不是同一家航空公司 怎么可能 那就行李不能直挂啊 这是第一个嘛 对啊 第二个 加拿大飞西雅图 或西雅图飞加拿大的时候 有点类似国内线 所以 你要顶了行李再重新 你的行李 又要重挂一次 然后再来是公斤数可能不一样 对 然后 重点是她还有两个小孩 哇 后来我就说 你 你不要这样搞自己 你还是订那个联合航空的一本票 联合航空最近的票价也不贵啊 联合航空的票价一直都没有在贵过 那它在纠结什么呢 价格啊 我觉得买机票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卡在价格先决 可是问题是 不只买机票 买所有东西 可是应该是说 有一些很多的隐藏成本 你没有算进去 这个我要代替中华民国教育的 那个领域 跟大家说声抱歉 怎么了 没有啊 你不觉得台湾的教育一直都告诉你要省钱 但问题是其他成本也是成本啊 呃我们比较不在乎金钱成本跟体力成本 机会成本 不 金钱成本跟时间成本 对 你会觉得说 没关系你时间多 你用时间去换钱 没关系你有体力 你用体力去换钱 但其实这些都是很贵的 超贵的超贵的 而且当你拖着两个小孩 跟两个小孩的所有尿布 我告诉你 几场奔跑的时候 我昨天不是在饭店吗 然后呢 有一个小孩 就在全场狂奔 怎么了 然后他妈妈呢 拦不住 对 只有坐下来大约三十秒钟 就离开了现场 去抓小孩 对 然后他连饭都没有吃 那小孩是哈斯奇转世 就是 我觉得 好 这个就另外再说啦 你要怎么搞定你家的可爱的小孩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所以通常我会这样说 如果那一张票差价 不会差到五千块以上 都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花式非法 而且 如果换航空公司 其实更麻烦 对 然后你对这种机制 如果又不熟 如果你很熟就算了 你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又不熟 对 那真的会很容易崩溃很多事情 就刚刚讲的那种两本票 外占出发 比如说你香港转 所以呢 我们这一集的第一个开头 要先跟你讲 我们不是要教你怎么避免花式非法的问题 因为那一集 那一集 那一集够复杂 已经讲了 上一集已经讲了 我们要告诉你 尽量在后疫情时代 或刚开放的时候 你尽量选最保险的非法 我觉得这一集 大部分都在讲的是风险空贵 我直接举我的例子好了 刚刚讲两万三那一张 去欧洲的新航机票 新航很OK吧 很OK啊 一本票啊 对 但是呢 就在前两天 我不小心被取消了后段的航班 台北非 新加坡 新加坡非台北的航班 我帮你查了 他没有取消很多 只是你的 我那一周全部取消 不是你前段的接不回来啊 对 因为你通常改一个航班 可能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住新加坡 去新加坡绕一绕吗 不要 我后来还是选择 我去阿姆斯特丹多两天 对啊 因为新航应该是可以 让你这样绕了 他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 你可以进新加坡 然后选择二 你可以退票 我说那有没有选择三 他说有 选择三 就是你在阿姆斯特丹多两天 他给你选择耶 对他给我选择 然后真的 他讲退票那一刻 我心里想 退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不去了 对就不去了 但是我旅馆都订了啊 我就觉得我花很多时间订旅馆 我觉得 你还没付钱啊 但是又要全部取消一轮更欧啊 这是精神成本 对 那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种事 你只要一个行段被取消 你要去确认前后段的问题 跟你要打电话进航空公司 然后那个我告诉你 航空公司的电话真的是无比的久 每处理一通电话 都要花上至少半个小时 不断的在确认 你说接通之后是不是 对 哦好 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他们要敲很多东西 对 然后改很多东西 他一直说 林女士 您稍等 等一下是大陆口 对大陆口 虽然我拨的是台湾的电话 林女士 我再帮您确认一下 您要飞的是阿姆斯特丹 回新加坡是吗 我说不是 我被取消的是新加坡到台北 林女士 您说的是新加坡到台北吗 那我就想说 我到底是在跟机器人讲话 还是在跟真人讲话 一定是之前出过事情 对 因为他那个都会全程录音 对 所有call center都会全程录音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跟前有关系 那个吵起来真的 很麻烦啦 非常非常麻烦 就连 如果你是OTA帮你订票 他们都要把你所有的对话 全部都在key上一次 或者是录音一次 已存档 对 所以这个在疫情刚开始 慢慢要开放的时候 会有很多改退的问题 应该是说 航班会依照旅客的需求 动态去调整 所以你航班被 异动修改的会蛮大的 必须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里 它是常态 对 你也不用生气 生气也没有用 生气去开一间航空公司 好 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好 所以呢 我们第一点就讲那么久 机票你务必要提早开始看 因为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你要去哪里 我真的也没办法告诉你 那你就搜索引擎打开说 我要亚洲 然后他就会跑出最便宜 最适合你的方案 我就这样找啊 对啊 因为那个搜索引擎还蛮好搜的啊 我觉得搜票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反正又不用付钱 对 那是跟window shopping一样啊 对 然后你也许会看到一张 这里算便宜哦 但是一点进去 哦 原来是这样子便宜 但没有关系嘛 泰国三千耶 但是他没有行李不是吗 没有啊 来回三千耶 来回三千可以去啊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段从泰国 然后做到那个香港的阿联酋商务场 很便宜 是哦 那一段很便宜 那一段一万六 我不需要我做过了 而且我跟你讲 阿联酋商务场是重点是在要享受他空中酒 把喝酒不开 开会喝酒 我也买18岁 不要再讲酒了啦 这两天在社群里面全部都在给我讲酒 吊酒嘛 好啦 回来 不要再吵了 真是 好 所以呢 我们只是呼吁你可能可以开始看机票 你不要想说哦 还没有那么早开放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放 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只是假设说他如果明天开放 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行李箱 马上走 第二个就是行李箱 但问题是你的行李箱准备好了吗 你的行李箱打得开吗 如果是你跟奶茶团购的话 那应该是打得开 你打不开也有办法帮你打开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行李箱 可能真的两年从来没有去动过 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臭袜子 我怕里面爬出不该爬的东西 不会吧 很难说 他搞不好两年前去日本 那个没有吃完的那一包饼干 都还在里面哦 也是啦 我昨天在打扫我家里 我发现找到臭豆腐 Oh my god 那什么东西啦 是借给的 好 所以呢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 你要去看一下你的行李箱 因为行李箱 其实它也有一定的使用年限 或者说你家里如果没有 什么防潮啊 然后如果太热啊 它都可能会有脆化之类的状况 应该是说你 我们假设你不会跟奶茶跟解析一样 我们随时准备一个要落跑的行李箱 真的我们两个真的是随时都有一个箱子 拉了就能走 对啊 因为里面东西就 我们很固定的就是那一些 我知道我要抽换什么 对 里面都有印表 直接可以印PCR 你要不要借我去啊 真的烦死了 你又不用 现在又不用印出来了 现在 对 其实电子档就可以了 好 好 所以呢 你现在应该第二件事情去确认你的行李箱 第一个 它还看不看用 因为现在行李箱多数品质没有特别好 那也有可能是白排 或甚至于可能是renew在做的 都不一定 脆化啦 脆化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再来是你的提把有没有断掉啊 你的轮子还能不能撸啊 大部分行李箱用了十年就 能用十年喔 我的都十年 因为我现在买的都还 那买很好的才能十年 那不然大概三年就了不起可以换了 你现在团工那一个应该可以喔 那一个可以 对 那个真的很好 但是没有在团了 对不起 而且我们把人家台湾所有的货全部断掉 假的 你又来这样搞 你这次有没有把人家经理有搞过啊 有 又断了 又断了 我们后来跟他说 你拜托换一个系统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比较难的是 你如果行李箱有设密码 要打开 你在家都还好啦 就是1到999 你就慢慢试吧 反正最近大家在家比较无聊一点 对啊 行李箱这个东西是 因为旅行关不一样啦 我跟奶茶都是准备一份旅行用品 在行李箱的人 对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行李箱那一集 对啊 反正我们箱子里面的东西只有最重要会抽换 还有臭衣服会换 就这样 最重要的东西会抽换吗 不会啊 吹风机不会抽换 我们会有一份专属于 旅行的 行用的 跟家用的是分开的 对 因为我们发生过太多次 就是每次都会忘记栽进去行李箱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习惯 那你自己的习惯 你自己要去研究一下 那或者是你可能放在你家储藏室的那个行李箱 很久都没有拿出来的 你也该去担一担灰尘的 然后看看它还好不好录这样子 好 这是第二个 你的箱子要能打得开 你不要到出国那一天 我告诉你我真的过去常常遇到这种 那假的 奶茶奶茶这样的 对 奶茶 我下下礼拜要出国了 你可以介绍我一个行李箱 或你的团购可以让我买 下个礼拜立刻拿到 我常常遇到这种 下个礼拜要立刻拿到 这是一期前吧 最近也是这样 五月的那个行李箱团购就这样 我五月三十一号要出国 我可以在五月三十一号前拿到吗 非常多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的后台 常常要解决这种 大家的紧急问题 可是你团购是在五月三十一号前 他就要确定 他现在看到讯息 他下单 能不能在他出国之前拿得到 嗯 好 很好 很好 好 第三个呢 是要你检查 最重要的旅行证件 就是你的护照 大家可能有出过国都有护照 但是他过期了没 你不知道 有些人过期了 两年应该要过期了 没有啊 现在护照是 效期是十年 他可能去年就已经十年了 九年了 所以你还是把你的护照打开来 来护照的有效期限 我们建议都要在他到期的半年以上 嗯 要有半年以上 这是国际的一个惯例 如果你没有半年以上 你有可能会被拒绝 如警工的拒绝登机 那我觉得你不要去算说 哦 我下次回来可能刚好半年什么 不要掐那么紧 基本上呢 那个移民署都会让你换的 嗯 那换很快啊 更正领事事务局 换很快 然后哦 对 说到这个换很快 如果不小心明天边境解封了 怎么样 领事事务局会爆满哦 我觉得你要换护照 你现在 现在就去 去嘛 right now immediately 可以往网络上预约对不对 他现在填表而已啦 哦 他现在填表自动化 我们没有去演讲 我告诉你 我非常一定要无敌的告诉大家 怎么样 每次呢 临到出国前的旺季的时候 领事事务局都会大排长龙 你为什么不现在换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你现在听到这个节目 你如果 想要出国 然后已经剩下半年了 你就马上去换 一年就可以换了 我觉得 我也是保险一年会换的那一种人 对啊 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有没有时间再换啊 对啊 因为基本上 那个领事事务局的人也不会挡你啊 对啊 你三年要换也可以吧 你知道我们最近换的理由是什么吗 因为我要换新护照 台湾新护照 对 就是这个换这个样式 他也没挡你啊 对啊 我们护照还至少要五年以上哦 对啊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啦 就是说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挤到最后一刻再去做 那你会很挤 而且要排队排很久 如果你时间很紧迫 要排队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时间真的是度日如 他会说 我就是喜欢跟人家挤在一起嘛 我们呼吁大家还是要维持社交距离 不是因为你不觉得台湾的朋友们很喜欢跟家人挤人吗 喜欢排蛋塔 我们两个就是天生叛逆行就不想跟人家这样子 我们喜欢在离风时间做事 对啊 好啦好啦 就是反正是护照这个部分是要特别要注意的 你必须要提早准备处理好 然后我跟你讲 那护照的照片不用去拍那个美美的 去那个快照 扮人照 快照机 在理事事务局一楼就有快照机 不用花大钱去拍什么证件照 韩式 我跟你讲那个会出事 那个会出事我告诉你 因为那个修得太夸张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我又遇到一个例子 我最近真的常遇到 这为什么你会遇到这种赛事情啊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因为我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去办日本的商务签证 那 然后我就随手拿了美美的照片 对 然后呢 你知道日本人很 惊心 他就说 这是你吗 好好笑哦 因为跟我的犯人照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换新护照是现场拍的犯人照嘛 犯人照非常的真实 我跟你讲 这种证件就是要越真实越好 对你不要去修 你也不要想说 这反正护照要用十年 我要拍美一点 因为 他对不起来 你拍的越美 他就会看你越久 尤其在国外也是会这样哦 所以越真实越好 可是我跟你讲 当你护照换到第七本第八本 就懒得拍了 随便啊 那又不是每天都要看的东西 对 我跟你讲 以前还会特别去拍 不用 然后我后面真的 照片也不用修了 不用修啊 不用修啊 以前都还要修什么黑眼圈啊 雀斑啊 我跟你讲 那个才是识别像 那个象征 他会去对你啊 哦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真实 他不是要给人家看你美不美 而是要看你是不是本人 嗯 所以你拍的越美颜 那其实你会被滞留的时间会越久 对 所以不要拍正见照 尤其是韩国修图修得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称赞一下 那个台北的那个领事事务局楼下的 可爱阿姨啊 阿姨速度手速很快 阿姨 比较正的哦 你要停起来哦 来我帮你哦 好 三二一 好啊 这个真的不错 你们直接就去现场拍 我的阿姨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已经很熟练了 每一台机器 因为好像三台的品牌都不一样 对 然后他可以帮完那一台 马上来帮第二台这样子 你连拍照都来不及 你连记录都来不及 对 我来不及 所以这个就直接 你就直接去现场拍就好了 而且领事事务局送件 自己递件速度是非常快 你可以在上班之前 因为他是八点就开了 我记得 所以你就上班之前去递件 他递完件 然后你就不用再过去了 因为他是可以用快递的方式 把你寄回你家 对啊 然后你也不用说 到底要不要找旅行社 帮你做这件事 因为他其实证件是要收走的 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你就自己跑一趟 可以省个三百块 也不错啦 重点是速度很快啊 对 好 来下一个 第四个 就是说呢 最重要的是你去的那个国家 跟你转机的地方 他有什么路径 或者是转机 或者是各种花式的检疫 或者是各种政策 这一句话 我们为了解释啊 路程的节目 讲了直播 然后至少在社群里面 讲了两百遍了 对 依照你 还是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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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大家都问 我要去那里 要不要PC啊 我去那里 要不要疫 现在有进步 我告诉你 现在大家会说 我看了很久 我还是看不懂 表示他有看嘛 有进步了 是 可是我觉得 真的是这个疫情 带给大家的不方便 因为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应该说以前太方便 然后呢 我们的绿色小本本 真的太好用了 这样醒屋子 对 所以呢 大家会尽量就是 我是不是买了机票 拿了护照 我就可以出国了 那现在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是回到 古早一点的时候 开放旅游吗 对啊 然后就是那一种 就是好像还要办签证 好像还要填什么表格 那个年代 所以你必须要格外的 特别注意说 你去的地方 你去的国家 然后要不要相关的 检疫的措施 像是我们上一集 有提到的香港转机 在上一集录音的当下 其实是还需要PCR的 但是马上 6月1号 滚动式修正 然后就不用PCR了 是转机不用PCR 转机路径的部分 还要另外查 所以其实每个转机地 你都要特别小心另外查 那目前转机 比较safe的几个地点 就是新加坡吗 以台湾周边来说 我们会建议几个地方 对新加坡 然后杜拜跟土耳其 对这是目前来说 他航班的飞行状况 也算正常 然后也不用再额外做什么转机地的PCR 对 对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要在别的地方转 像是曼谷 曼谷他虽然转机取消PCR 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保险 医疗保险 对他需要有一个医疗保险 我跟你讲 有人看到那医疗保险 那个保额就吓到了 那是保额 不是你的保费 对保费才几千块而已 没有很贵 他以为要十万是吗 对因为他看到一万美金的保额 以为要付出一万美金 那就不叫保险了好不好 那叫做那个定存 保证金就对了 对啊 好没有啦 反正就是曼谷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然后目前来讲的话 香港的话看起来也是OK 可是目前还没有人做先发嘛 转机一本票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对什么 香港转机要一本票 是啊 规定哦 而且24小时之内 对香港转机很严哦 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你如果买两本票 你可能会 入境隔离 对 对或者是直接拒绝登机 对都有可能 因为他那个一本票的定义 他其实是说是 你台湾出发嘛 嗯 台湾出发你要出得了所有 这一趟航程所有的登记证 是 然后你心里要直挂 是 那这两个状况要达到的前提 就真的是一本票 一本票且24小时内 对 所以不是那么单纯的 你讲的转机的转件 对啊 所以就我觉得大家要稍微去阅读一下 你除了阅读航空公司给你的这些说明之外 因为航空公司要卖你票嘛 他们的资讯是相对完整的 请不要看什么外交部的 因为那个 还是错的 不是对外交部真的资讯太 真的很慢 我们之前有讲过 你就是看 奶茶之前有写过那一篇的那个查询工具 你就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就是你看航空公司的网站 那个资讯是最及时更新的 再讲一次 为什么会及时更新 因为他们会被罚钱 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去更新这些东西 而且航空公司他们在share这些资讯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把官方原始的连结也都放上去 是你的那个工具也是会列 所以我们的之前 这个也讲过了 还录成节目 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基本上你要查好多遍 航空公司要查 查完之后要看他的那个资料来源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时间差 那他如果说我不要查 我直接问杰西 又不喝 又不付咖啡钱 我帮你查也是要时间 我那天帮我表妹查完 我表妹说不会听Podcast 可是我很火 就是说你真的是 问的时间也太久 他真的是问了两个小时 在问这些事 他听完节目不就好了吗 还可以听两集 他就不听啊 我说你这样子是贵宾级服务 你知道吗 开VIP的白金贵宾室这样 对啊 相谈似的 好 扯远 他必须要帮你从美国 带一个礼物回来 我说我不要 我自己带 老子可以直运 好 对啊 是不是有骨气 是 对 下一个啦 快点 签证 签证没讲 好 除了检疫的相关措施之外 很多地方免签的 原来可以直接拿小本本出走的 我想要先解释一件事 会不会有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出国 还会有地方要申请签证 会啊 我妈 不是 我妈就这样子啊 我妈就是那种 什么是签证 如果你看的是英文版 它的签证的原文叫做 Visa 不是你的 Visa卡 不是你的皮包里面那一张Visa卡 不是要拿信用卡出去就可以 就可以出国的意思 台湾的绿色小本本出国 可以有很多地方免签 是因为他有申请了一些 或者有一些合作的优惠跟协议 他不是申请 那个外交握选要握很久了 好 这个就不是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入境 他都要有相对的申请程序 因为我们之前都很多国家都是属于免签的状态 然后可以直接使用台湾的护照直接入境 那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几个大家最常去的 韩国第一个 目前来讲 他并没有开放原先的免签国的 好我们先讲以前好了 以前去韩国怎么去 小本本 就到啦 去带货啊 就是一样是 一样是那个日本喝牛奶概念嘛 就是早上出门说 我要去吃 鸡票买了就可以走了 我要去吃五花肉这样子 然后上飞机填一个入境表格 入境小卡 是吗 是入境小卡吗 你落伍了 我自动通关 你有申请自动通关 申请之后我就没有去韩国了 那这个就是以前的你去韩国的方式 对 自动通关 就直接入境 但是现在呢 现在的话呢 你必须要去申请一个旅游签证 K3之 C3之9 C之3之9 的一个旅游签证 韩国人也很麻烦的嘛 很麻烦 而且呢 我跟你讲 那个 他并没有让你申请的意思 对不对 有 但是我跟你讲 他已经可以让 台湾可以让你预约哦 OK 但是日本的话 听说他排了三天三夜 为了申请这个签证 有多想要出国 你说日本人吗 日本人 日本人很想出国啊 对 就排了三天三夜嘛 就排了这个 我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日本是没有在预约吗 那你可不可以把表格丢给他 我跟你讲 那表格 我还没开始看 因为是有大概五页吧 我跟你说 现在如果 你去的国家 都要申请签证 那会卡很多 你可能都要预留半天 来点写这个表格 而且我跟你讲 你要预约的时间 已经排到六月底了 差不多 因为我们 看到新闻的时候 是六月一号 那其实他 早在一个礼拜之前 已经开始在媒体放消息 我是不是五月初的时候 就给你看过了 没有 五月二十三号 发的讯息 我说我是不是五月初的时候 我就给你看过这个消息了 有吗 有 我跟你说 日本跟韩国要开了 因为呢 某协会已经在做内训了 某协会 都不找我们 好啦 所以目前你要去韩国 是可以去的 但是你必须要预约申请 签证 而且是观光签证 对 但不用钱 OK 它是免费 台湾护照不用签 好 那日本呢 很遗憾 还没有 没有啦 现在的话是日本只接受开团 OK 对 那开团的意思就是 它直接 团进团出 对 团进团出 然后其他的后面再讲 好啦 就是大家比较常去的日本韩国 现在目前都还是经过一些重序 那如果是去新加坡呢 可以直接去了 可以直接去了 对 这个是你现在唯一可以挂保证的亚洲区 曼谷也可以啊 曼谷也可以 可是曼谷还是要处理那个 Tai Pass 嗯哼 那目前入境也是打疫苗免格力 哦 那也是相对不错了啦 嗯 机票三千 好便宜啊 没有行李 哈哈哈哈 怎么跟人去曼谷没有行李啦 你不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好那基本上呢 欧洲地区呢 也都可以去了 嗯 转机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以 如果你是一本票非欧洲 香港是可以转机的 嗯 那如果要比较安全的非法呢 就是中转土耳其 或中转杜拜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 因为相对来讲 航点会比香港还多啦 对 那欧洲地方现在比较麻烦 尤其是你现在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欧洲旅游基本上是炸开的 所以很有可能在大机场 红薄发展中 会有一些delay啊 排队啊 甚至于因为大工而航班取消的状况 都有可能自己要去查清楚 目前研判的话 你的转机时间的buffer要再拉长 可能要到三个小时以上 起跳 嗯哼 好那所以呢 欧洲地方你只要有三剂疫苗 基本上都畅性无阻 对 那有些地方是根本就取消了这些疫情的措施 嗯 也不用PCR也不用三剂疫苗 你就可以进去 进去也不用隔离 欧洲其实很少就 欧洲开的比较快啦 那美洲的话呢 目前美洲美国的部分还是要那个PCR 进去要PCR 进去要PCR 或抗原快筛 嗯对 然后回来是一定要PCR 好 哎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不知道回来要不要PCR 你不管从哪个国家回来 你回来目前都要PCR 才能登机哦 不是回来才PCR哦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 我们不知道宣布的时候会是什么状况 我们不知道 今天是2022年的6月6号 但如果6月7号就宣布全部都不要 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 我也觉得台湾比较保守啦 这个基本上没有那么多 至少会切成三段吧 两段三段这边宣布 好吧那我们期待2022年的12月31号 跨年嘛 什么都不用了好了 好所以呢 这个是你要确定你要去的国家 到底有没有取消这些检疫政策 然后再重新可以邀请观光客入境的时候 他是不是需要一些限制签证的一些手段 你都必须要确认清楚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手段嘛 可是延伸就是说你回国的时候 一定要排这个时间 要预留时间 去PCR的地方去做裁剑 你才有办法回国 对所以呢 这个其实在我们 今年年初是不是 在录 可以旅游吗 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好像很早就把你回国的PCR 你必须排进你的最后两天的行程里面 这件事情很早就提醒大家了 跟你讲 其实现在有难度 的意思是 你像美国啊 查了之后都要用速件 为什么人太多 不是 他一般的平常件要48小时到96个小时 那所以要提早到三天去做 可是96小时就来不及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登机前48小时 两天 不是48小时 两天 工作天 算法不一样 登机日 台湾目前很珠惜 很珠惜 很珠惜的是 不含登机那一天 再往前推两天 再往前推两天 假设你是6月6号的登机日 你要上飞机那一天是6月6号 那你要做PCR是哪一天呢 6月6号不算 6月5号 6月4号 所以6月4号要做PCR 这集中国不能上 因为6月4号了 那我们要不要重新讲一个日期呢 不用 我也没有要上的概念 真的是因为全部都护照嘛 要剪掉 对啊 真的是 我不想管了 这集第一个不上了 第二个是合约已经终止了 好那不要管他们了 我们已经一年了 OK 好来 再来呢 就是 好我们一直讲不完 赶快把它讲完 来所以你一定要算好你 在你的行程表的最后两天 不含登机日的那个行程 上面一定要写做PCR 那做PCR去哪里做 这也是我最近最常收到的 奶茶我现在人在 最简单的是机场 我现在人在巴黎 我可以去哪里做PCR 巴黎啊 我通常都会说机场 因为机场一定都会有 我跟你讲 这真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状况 台湾机场没有耶 因为台湾不 还不鼓励你出国 这样你接受了吗 我接受 但是问题是 那个国外机场 我目前看到 查到的 机场一定都有耶 一定都会有 你最糟最糟 它再贵 机场一定都会有 而且还一定会有快速的 很快 最快就是45分钟 你就可以拿到结果的那一句 对对对 那种状况下就是 呃 你真的懒得查 你就直接去啊 就去机场 那钱掏出来 黑色卡刷下去就有咯 那你就是登机前 比如说你五个小时前去 但是你要保 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 有利人是未来 台湾机场有没有这个 不怪他管 真的是 那个那个是机关署的事情 因为等到有一天 台湾的机场设立了这个 就是出入境的 PCR的时候 表示我们的国门 真的要开 可是问题是 去那个城市里面 PCR比较方便 那我不觉得 为什么 你还是得要有利 国际旅客 的确会有人 他不在意钱 他想要现场 没有你 你讲的重点是 要有那种快速的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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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觉得啊 指标就是这样 如果有一天 台湾的机场宣布 要设立这个快速PCR 那就表示 台湾国门真的要开了 但那一天可能 有点而久 不是 你也要看 其他国家那些 还要看PCR 对 的确 大家现在会担心一个问题 全世界会不会最后 剩下台湾回国 还要PCR 是啊 那我到时候 做不到PCR怎么办 对 好来 这个还不在我们 明天解封的 这个议题之内 好 所以呢 你必须要记得 在你的旅行 结束的前三天 你就必须安排 在你的旅馆 或者是你要到机场 去做一趟PCR 这个是行程 安排上面非常重要 因为通常 来往一次 来返 往返一次 往返一次 往返机场一次 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大概半天都要花掉 梳理市除完 因为梳理市机场 到市区只要9分钟 火车 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很远 大部分的欧洲机场 美国应该也是 机场都在离市区 有一段路的地方 都是的 那个 西雅图就是 要开过去大概快一个小时 Oh my god 怎么样 大家在市区做就好了 有查到有市区的 一定都会有市区的 那有些地方 还有在饭店 把一个饭店包起来 这个也很好 我觉得 但是这件事情 如果未来是慢慢会取消的 那你就会越来越难找 嗯 嗯 对 可是他们州政府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做一些 instruction 第一个他们是机场网站上面都会有公告 哪里做PCR 桃园机场还没有 对 有利人士去跟那个防疫组聊一下 然后他们都会 就算机场没有 他也会说这附近哪些州 他有哪些PCR的点 你可以去参考 他会方便旅客去做这些事情 甚至于像我在瑞士查到他还可以有多语言的服务 那我觉得他就是友善旅客 嗯 那台湾可能还没有进到这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未来半年 这是要准备了啦 应该是要思考的地方 好 下一个就是疫苗相关问题了 我没有打疫苗可以出国吗 呃 现在有困难 哈哈哈哈 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很多国家都是 三剂疫苗免隔离 对 我跟你讲我昨天去吃火锅啊 啊哈 整桌人三剂吼 打巴巴指 呃 我上个礼拜去六福万仪 嗯 拿疫苗卡 嗯 有抽奖 然后还打了一个什么折这样子 我像打了一个针 哈哈哈哈 很多地方有疫苗 他们都在推广打疫苗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折扣 或你可以多一个礼物 或可以怎么样这样子 我们尊重你要打不打疫苗的权利 这是个人权利啊 好 但目前来讲的话 很遗憾 就是目前大部分的国家 我觉得有一半都还保留这个疫苗的这个措施 呃 你可以去日本 日本你没有打疫苗 你也可以进去 呃 他的认定方式是目前很足惜 呃 这个社区就是安全区的意思啊 就这样是安全 呃 对 他希望你去嘛 好不好 嗯 好 所以呢 你没有打疫苗 当然 住日代表处理在工作 哈哈 但是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你还是可以去瑞士啊 因为瑞士完全不管 你还是可以去丹麦 丹麦也完全不管 英国也完全不管 完全不管的地方很多 但是你就会被相对限制住 嗯 对 那这个措施以后会不会改 我们也不知道 我觉得会改 但是不会那么快 至少这半年的风向看起来 在这半年内的旅游 大部分你还是要有疫苗护照 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只能说 如果你有打三剂疫苗 且270天之内呢 你是比较容易畅行无阻的 呃 270天是那个呃 第二剂 第二剂的270天 对 那你第三剂的话 没有限 有打就好你 有打就好 因为我看英文 你那是欧盟的规定嘛 对呀 那个我看英文 英文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第二剂的270天 然后或者是第三剂有打boost 就OK了 好 那就是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有打疫苗 会比没有打疫苗来的方便一点 那第二个是有带小朋友的 小朋友如果还没有打疫苗 其实这个状况比较复杂 通常目前看到的这个规矩 大部分会分成几个 如果说在你的国家 你的小朋友年 你还不能打疫苗的 5岁 台湾是5岁以下 在这种状况下的话 他会是从父母 就是父母有打就好了 跟随着父母 那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没有打疫苗 你的小孩也没有打疫苗 那就都不行 那对 所以还是要打疫苗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区块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这个规定 相对成了稍微复杂一点 对 如果你是日本 那日本当然没有限制 但是日本现在还没开 那如果你要去欧洲 如果你的欧洲国家 是有看爸爸妈妈的疫苗的 有看疫苗证明的 那你的小孩就跟着你一起 没有问题 但是他是用条件 细的部分还是要去看 你要看他的年龄限制 不然你只能挑选 不管的国家去 你这不用讲 没有啊 那你就只能这样讲 因为你必须要讲得很清楚 他们才听得懂 是是是是 去英国吧 去吃那个 去瑞士吧 瑞士消费比较高 英国也没有很便宜 那去新加坡吧 好来往下走 如果 这个议题我们就是 还是要把它拿出来讲 如果我打高端呢 因为这个状况下 是一定会碰到 目前高端 就是没有被WHO承认 目前很多国家 有承认疫苗 就是有要检查疫苗的话 他都是以WHO 有发EUA的这个证明 所以很遗憾的 目前高端没有在清单里面 我们希望台湾政府 赶快去push一下这样 对对对 你搞错了 是那个高端 要自己去送WHO的EUA 对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很足息 也是打了高端 那你的相对限制 也是蛮多的啦 所以你第三季就跳开吧 我相信会打高端 一定有它的原因啦 那你就自己 必须评估一下 你未来有没有要出国 或你要去的国家 有没有相对限制 那这个也不是在 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嗯 OK 好来往下走 保险 第七点保险呢 你出国的保险 到底要不要保呢 当然要保啊 哦 为什么不保 平常都保了 我跟你讲 现在因为呢 很重要的是 目前疾病管事署 疾管署 是把很多的国家 都放在红区 红区来讲的话 产险的不变险 是不受理的 产险的意思 就是跟你的物品 或者是你的文件 不是保人的 是保物品文件 旅程的箱子的这一种 嗯 它叫做不变险 它是产险的部分 目前是都不能保 对 因为目前来讲 这种旅行不变险 就是跟旅游相关的 保险的种类 有分成人寿的 就是保人的 跟这个产物保险的 就是保物的 是这样子吗 对啊 是这样分的 但是你还是人出去啊 这是保你的命的 跟保你的物件的 这样你懂了吗 是是是啊 都可以都可以 你这样子解释也对 比较简单啊 不然他们永远都搞不清楚啊 对 好来保物的 就是有关于产险不变险的 目前到此时此刻为止 有格式很珠惜啊 还没有开放保啦 除非这个是 急疾病管制处 要嘛就是把这个改成第四类啦 要嘛就是降其他国家的那个灯好了 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啦 对 这个我觉得是最慢的 这个不在那个美光灯下面 所以就等着吧 但是你建议啊 都要保这个人寿保险的部分 尤其是 医疗啦 对 它其实就叫做旅游平安险 对 因为这个东西的人寿的部分 主要都是保医疗为主 所以 是保你人命的啦 对 那因为 为什么要保的原因 是因为 在海外 你如果不小心生病 所造成的医疗费用 是非常贵的 我还是要继续讲一下 那个例子 没有 有一个朋友在瑞士 然后他在少女峰上面 然后呢 叠断了手 同团的吗 不同团 然后呢 下屎了 他就被 隆友音送到医院去开刀 哦 账单来了 22万瑞郎 等一下 22万不是台币 是瑞郎 乘以30 哇 开刀 等一下这是第六百万耶 嘿嘿 然后呢 还好他有保海外急难救助险跟医疗保险 所以他 还是要缴钱 他不用缴钱 而且他还赚钱 因为有理赔 好贵哦 非常非常的贵 但是你要他的保额有那么高啊 没错 所以呢 你不要讲说保这个保险是浪费钱 你只要用到一次 你就赚 对对对 好我们刚刚那个复杂的讨论结束之后 就是你去那个物价高的国家 就是要保到顶就是了 再来是如果你要去瑞士 你保的真的很高 不是 是那个开刀的费用真的很贵 我搞错房间 好 所以如果你有要去这种 就是滑雪胜地啊 登山的这一种啊 你的额度要拉很高 尤其是你像林杰西 没事就会破裤子 会滑倒的这一种 好险没有用直升机后手 费用又更贵 因为我最近也刚好在研究保险 然后只有日韩有那个直升机的 专机救援 你认真在查这个东西 我很认真 好 所以我们要讲的其实是疫情之后啊 那我跟你讲 那你真的不能保那180天 你要看你要去哪个国家 我们没有在讨论180天啊 因为你看 每个地方的保的都不一样啊 对 每一个地方的保的都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 你是生根国家 跟非生根国家的内容 都不一样 所以刚刚那个案例 就是说你在欧洲的时候 那物价很高 所以要保到顶 我会建议你在欧洲的医疗保险 全部都保到顶 对 因为真的没有很贵 保额没有很贵 保费 保费没有很贵 但是你的医疗费用在当地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刚刚算就是600万 600万 22万瑞朗 对啊 那就是600万啊 开一个刀要600万 你在台湾开刀要多少钱 健保 不是我刚刚数学 我觉得我算错了 还是怎样 没有啊 所以你记不记得 我上个礼拜 还是上上礼拜跟你说 台湾的健保 真的很划算 然后也让大家养成了有病 就去看医生的这一种习惯 嗯哼 我不common 所以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不要为了省那个保险费用 出去不保险 有的国家 他现在规定进去 还要看你有没有医疗保险 然后像欧洲的生根国家 都会建议你进生根国家 都要有生根的保险 那为什么叫生根保险 他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部分 有提高一点 对啊 而且生根的保额 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中间有中段一下下 就是讨论保额的部分 嗯 因为其实在亚洲的保额 没有办法到那么高 但是生根是有办法到很高的 对 而且他也希望你可以保高一点 因为在欧洲的医疗费用跟资源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嗯嗯 不像我们台湾 小感冒 感冒就在家多休息哦 好 所以呢 建议目前疫情 针对疫情的状况 如果没有办法保其他的 譬如说像生根血 目前也是没有的 那你就把你的海外急难救助 这一个部分一定要保起来 而且要拉高 海外急难救助的这一个部分 我跟你讲真的哦 很多事情 这种发生的时候才知道保险的重要性 然后 这 我这变成保险业配 哪一家业配你 你说 没有哦 因为那个要念那个金语的 哦 那个好 你要找Siri姐来念 是不是有证评 公开身份评 那不是信用卡吗 你又没来 好啦继续 那好 下一个呢 就是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你 这个 我的朋友也问过说 我到底要准备什么 我要穿兔宝宝装吗 我要戴面罩吗 最多人问的就是 现在国外安全吗 我跟你讲 我们去年十月的时候 大概都在口罩而已 我们上一集也讲 前几集也有讲过 你穿兔宝宝在机场出现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象 可是我要说 怎么样 我昨天看到小花 怎么了 小花的空服人员 还是穿兔宝宝装呢 没有啦 那他是哪里来的 不是啦 那个中国的 哦是中国的吗 是中国的 中国的 小花只有穿半套啦 还是穿的啊 半套不是连身的啊 它不是连身 它就是有一个防护衣 对啊 简单的防护衣 我也有啊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看到阿联酋的空姐这样穿吗 没有 你有看到土航的空姐这样穿吗 没有 我就戴个口罩而已 而且还狼狼 然后鼻子还会露两个洞洞出来这样 不是因为他们都要戴FFP2吗 对 那个其实很闷啊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其实 这样欧盟 这样FFP2的要求 也拿掉了 也拿掉了 而且欧洲机场在5月17号之后 都没有强制戴口罩 欧盟的规定吗 对欧盟的规定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就是自由新增 你想戴就戴吧 对我记得昨天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分享美国的班机上面 机长直接广播说 哦你那个朋友耶 我也看到那个朋友啊 就是我们尊重你戴不戴口罩的权利 你要戴也可以不戴也没有关系 对 因为美国自由社会啊 对 但欧洲目前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 我还是会戴啦 我也乖乖会戴着啦 但是 应该是说高密度高聚集的状况下 你至少你现在戴口罩是不会有 会异样眼光 在疫情之前会有 现在应该都没有 都没有 因为就是你就拿出来戴吧 你想戴就戴 嗯 但是你去瑞士的时候 你戴着你会真的很怪 因为没有口罩了 因为全部人都没戴吗 全部都没有 所以你就很自然 满地拿下来 嗯哼 真的哦 你都不会觉得啊 这空气来得有点太自然 凉凉的 对对对 太凉了 我觉得就依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处理 你如果想戴你就戴着 然后人多我是一定会戴着 因为人多 大众工具啦 我们还是确认一下 人多的时候啊 不一定只有COVID-19这个病毒 一定还有别的啊 还有其他的病毒 那如果你本身的体力 本来就抵抗力没有特别好 你就会老皮水的 你就是记得人多就戴着 感冒啊 诺乳病毒啦 那其他一些那种恐怖传染的那种 一般的流行的疾病啊 我觉得你把它回归到最自身的习惯 第一个人多戴口罩 不管有没有疫情 第二个看到酒精就消毒 或你随身就戴着酒精 那你还嫌我家的酒精喷喷太多 太多 因为这样我会嗯 我不行 因为我有触觉防御 我不行 你这样量才够 这样子那个大力丸啊 不要 那大力丸 我可以喷三次 但我不要一次很多 你知道吗 你这龟毛的 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先告诉你一个例子 我去年不是去布拉格吗 然后布拉格的那个 所有的车站外面 都有脚踩的那个酒精消毒液 那个才多 那个一拖下来就像尿尿一样 很可怕 我知道啊 那个就是下下来 那种脚踩的那个喷出来的量更多 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脚踩一下跟踩很多下 都是一样那个量 然后呢 那个一下一拖下来 是整只手都会失掉的那一种 很好啊 但是它的流速很慢 它的流速很慢 它是鼻涕啊 就像鼻涕 然后我就会 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每喷一次就是 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那我跟你讲 你进来的时候 进来我家是不要用那一台好不好 我只看到那一台咩 旁边一大堆 你就是不能拿起来 可是我现在也已经习惯不接触的啊 对啊 那就好了 但它太多 这是日本标准好不好 它太多了 它不能调 没有要讨论这件事的意思啦 好 所以呢 好来 我们来提醒大家 以奶茶跟杰西近期有出国的一些状况 以及我们自己自身在国内的个人卫生习惯 一就是人多的地方口罩一定戴着 因为国外有很多地方已经宣布不需要口罩了 那我觉得相对也是一个解放啦 就是至少在人少或者是空旷的地方 你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对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看常立大夫都没戴口罩 不重要 好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的习惯还是这样 就是我有看到酒精消毒机 我一定消毒 我摸过东西 我也一定消毒 我连出门 出家门都要喷一下好不好 对啊 你按过电梯 你碰过门 出家门啊 我只要经过这个门槛 我就会消毒 你要不要设一个消毒门啊 我是很想啊 但是那个本太大了 好 所以呢 你养成习惯 有要摸东西 有要吃东西 你一定先去洗手 或者是你喷一下酒精 对 这个是最基本习惯 你不要因为疫情 好像趋缓了 就不喷了 我觉得这一个阶段 才是最重要的防疫的时候 所以你还是要把这个 我觉得还是手部了 对 你手部都消毒好 那如果你再高规格一点 你每天从外面回家 你就先把衣服换掉 我没那么高规格 洗澡啊 我不洗澡 你脏鬼 好 我还是有这个习惯 尤其是我在外面旅行的时候 我回到家 我一定先把手再洗过 用肥皂再洗过一次 然后洗澡衣服换掉 我才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 那我还是有这个干净区 跟消毒区的概念 那你要不要做 这当然是个人卫生习惯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有看到酒精 其实你就消毒一下 反正你现在也都消毒了两年了 也习惯了吧 我觉得酒精 台湾啊 还是有点少 这个也是我刚刚来 杰西家路上的一个很深的想法 应该要在每一个电梯口 每一个那个转角或者是出入口的地方都要有 跟你讲 会被他喷完 或者是倒逛 那你宁愿他喷完啊 你也不要疫情这么严重啊 人家想法就不一样 好就这样 以国外来说 至少以我去欧洲这几次的观念 到现在他们虽然已经开放了 但是百货公司大车站这些一定都会有 所以你就自己带着吧 台湾 所以我跟妳讲 我现在真的出门就是一定带一罐 然后摸到什么麻烦盆 那你如果是要出国的人 你也不用带很多 因为国外也买得到 对 其实你接下来就是要讲说 好我到底要带多少罐酒精 目前来讲的话是你可以拖银行 你可以带两罐500cc的 就是一公斤啊 一公升 一千磨 一千磨 对 那你只要带随身购用的就好 基本上国外目前 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 交通工具 内外通常都会有 那车上可能 车上可能不会有 但是你就自己喷你自己的就好了 对啊 你干嘛喷别 整台车呢 也没有那么严重 不需要啦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你要带多少酒精出门 因为它毕竟还是稍微危险一点的液体 所以你带太多你也没办法上飞机 嗯 嗯 然后昨天到 昨天还有一个人问我说 奶茶 那你在飞机上会吃饭吗 吃啊 为什么吃 现在都很正常了 这个问题好像是2020的那个问题 还好现在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包尿布 那时候真的要包尿布 对那时候大家真的包尿布 因为就很紧张 因为把它当炸死 对那现在其实 以我目前搭过几段的长航线来说 目前都是正常的 割照炒 五大票 对啊 上厕所啊 吃饭啊 都是正常的 然后你顶多只是有些飞机 它规定全程都要戴口罩 你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拿下来 对 有些状况来讲 那其实可能包装有些调整啊 比如说 有看到新行的 它那个面包是一颗一包 啊 独立包装 但就看航空公司嘛 那或者是 有些航空公司就取消了免税的 那个那本购物的杂质 就是你在飞机上能看的东西会比较少 亚洲区相对是比较保守的 嗯 没有啊 土航也没有啦 那本 我帮你收大 我说餐啊 餐的部分亚洲区有备限缩 所以有些餐是比较简单的 那明明就是Costa 就是 好 那以我在欧洲的 不管是中东地区或欧洲的航线上面 完全都是正常 正常到呢 欧洲人为了不戴口罩 从上飞机吃到下飞机 慢慢吃 因为吃东西不用戴口罩 对 因为 好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回复到市场的 需求 竞争 原因是因为竞争有了 那航空餐就会拿出来比 对啊 慢慢的就会恢复啊 只是快跟慢这样子 嗯 对 嗯 但没关系啦 就是大家一解封 一定会冲出去嘛 冲出去就是 就是吃 就是吃 所以在这个状况 我觉得不会限制太久了 好 OK 所以呢 你自身的习惯就是戴口罩啊 喷酒精啊 然后该洗手就洗手啊 嗯 通常现在啊 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 就是洗手时间会稍微要排队一下 就是他们终于学会洗手了 这件事 我懒我喷酒精 对啦 都可以啦 你如果没有失洗手 你至少要干洗手这样子 对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最近比较多人问的问题了 不要 刷卡就好吗 对 我也是刷卡那一派的啦 这一题的题目是在问的时候 因为那个大家看到日币啦 欧元啦 都探底了 都探底了 要不要换啊 要换多少啊 我损失惨重 所以我换了 你的美金不也损失惨重吗 美金回来了耶 美金回来了 美金回到29了耶 目前比较低相对于 就是可以造成大家惊讶的对我 就是日币啊 日币 所以你现在买啊 对 你现在要买日币 然后等你要出去玩的时候 如果它涨回来 没有 我说你现在去Amazon买 直接寄回台湾啦 那个价差就可以cover啦 再来是 其实 够那个 我比较懒 我通常会觉得如果 就是日币已经很低了 那你刷卡其实也差不多了啦 是 而且你不是一次换10万台币那种的 不是 是100万 就是你价差没有大到那种状态 你价境没有这么好 对 会这样讲 原因是因为你当你一个货币 在持续走低的时候 嗯 你要避免 这样这个货币变动的风险 那你就是刷卡 因为刷卡本身就是依照 当天的汇率去做结算 对 那除非说你是真的是大笔金额 在买货的这一种 像表姐 他就很需要 嗯哼 但是如果 那个叫做期货了 那不一样 那概念是不一样 而且他的单位不是几万几万 他是几百 对 如果你不是那一种 你只是要换去那种 下一趟去旅游玩的这一种 对 那其实不用这么介意 他到底有多少 嗯 那除非说你每一笔金额都很大 譬如说你们是一家20个人要出去 这个速速费用可能是上百万的这一种 那有可能需要这样计算 对 但如果你是单人 像杰西只是去买一瓶牛奶而已 是怎样 那一瓶牛奶价差不大好不好 我们那个机票不能改期哦 也不能退哦 因为我们那个超出期限哦 不能免费改退 就去啊 如果那时候 不会啦 不要乌鸦嘴 就是可以去 去给你看 干死了 那时候还不能去哦 他如果不能去啊 这家航空公司 大概就会变得跟2020年的亚航刚开始一样 那所以我们是可以去炒的是不是 嗯哼 我希望他不要变成那么多债权人 可是亚航有看到有退票 有些有人退成功 有人没有成功 我看到是这两个礼拜有人下退 好不重点 希望他的资本额回来了 哈哈哈哈 可是连接航空一定是会再做一次盘证吗 我们希望他正常啦 没有人希望就是看到即将有曙光的状况之下又缩回去 对因为因为这次疫情 你才会知道这个旅游这个行业 海啸第一排 很大海啸第一排 问题是后面会影响的波动其实很大哦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 我听到黄豪平讲了一句话 虽然我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嘛对不对 对你要我过着他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百业之心 嗯跟 真的有讲过这句话 他写在FB上 所以说其实啊旅游娱乐业 他讲的是娱乐 因为他讲娱乐文化事业嘛 对 都是在整个社会状况最艰苦的状况之下 第一个被牺牲掉的 然后呢在恢复时候 也是最后一个被恢复的 这是真的 对那所以旅游观光业 也是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 可是问题是他 影响到的人很多 非常非常多啊 第一个你看你不要以为说 撑两年没有事 其实倒掉的旅游社有多少 很多哦 然后靠这个吃饭的领队啊 旅游社啊 票物啊有多少 我跟你讲 连万轮猪脚 都受影响 都受影响 真的啊 真的我连续两天 那个我要 我干嘛 你要骂谁 不是 有一天我想吃的 然后一直没开一直没开 嗯像我上个礼拜在中南部走嘛 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即使现在没有限制你内用 大家也都因为疫情的担心 自己都不出来 他说能够卖到三成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然后尤其是饭店业 因为饭店业都是假设 那时候的投资都是假设有很多观光客 外加那种外来的观光客的状况下去投资嘛 因为比如说南部台南很多都日本的观光客啊 对啊 香港的观光客来台湾观光的这种状况下 他所做的投资 因为原生台湾内 呃内需市场本来就没那么大 本来就不大 然后加上现在台湾根本就是连外国观光客都没有办法进来状况之下 然后就只靠国内的人 怎么可能 我问你嘛 我就问你嘛 台湾的饭店你也住过三轮了吧 现在就是那个人力不够啊 对 然后再来是刚好去采访几个五星级大饭店 他们就说了 如果目前算疫情严重的时候嘛 所以退单量很大 他说如果今天可以开到15间就算打平了 然后我说那你们人力有缩减吗 他说当然缩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一定的啊 因为他们必须要维持营运的状况之下 对 所以你昨天不是讲一个例子吗 所有的地情都去哪里了 高科技啊 去做金元啊 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疫情之后 其实社会底层一个很大的变动 那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 当然疫情的维持社会的秩序也很重要 我跟你讲 等到你要出国的时候 你觉得没有人服务你才会觉得 对 或者是说这些地情根本搞不懂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老鸟都走了 对老鸟都走 因为老鸟为了要维持生计嘛 他必须要离开嘛 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新手 现在航空公司不是都在招募一些新人吗 完蛋了 我又比地情更自身 然后当你问他说 你是那个什么TWN是不是 对对对台湾护照的嘛 TWN呢还是什么 CHAL CHN CHN的时候搞不好新朋友还不见得知道呢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护照上面有ISO call 好 所以呢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断层的状况 对 譬如说像我最近去的几间饭店 然后他们的都是新人 新人呢就是不到位 因为他没有经验 你这老油条 我要求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所以这个就是疫情之后 很多很多事情的变动 包括你可能现在出去旅游 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不是一个心理准备 很多心理准备 我觉得真的服务不到位的状况 会存在蛮久一阵子 余波荡漾 对然后你必须buffer的时间 包括他可能看不懂你的签证 或看不懂你的护照 包括你可能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么顺畅 逼了就过去的这种 都可能发生在 明天如果真的解封之后 的一些状况 对你要预留处理这些的 时间会多很多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把你的行程牌太满 或者是你不要把你的行程牌的太花式 或者你不要压到最后一条线 因为搬机 很多人在疫情之前都在压线 对搬机取消的状况可能会很多 所以我会相对建议 如果你的假期是比较死的那一种 我跟你讲啦 不只搬机取消啦 搬机业务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所以你真的转机都拉三个小时起跳 另外一个我要对上班族 或者是要上学的学生 一个小小的建议 但这只是建议 个人建议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你不要压到最后一天才回台湾 多休一天 对就是多休一天 或者说你的行程缩减一天 你至少多帮自己留一天的弹性 或者辞职 辞职是什么 辞职 辞职来旅游 那他就可以去三十天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 好啦我们这一集拉哩拉扎 其实这些概念 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都有说过 那听众会觉得我们这两个老屁股 不是 你们一定是节目撑不下去了 对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呢 可是我觉得刚好在最近 大家纷纷在查机票 现在查机票的人真的变多了 然后呢想要出国的人 也忽然间醒过来了 然后就开始花式非法 然后就开始说 这个到底就会吗 不是是开始乱问 那我干脆整理起来 不是比较简单吗 是是是是是 来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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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问问这个问题 我就丢节目给他听 你丢节目的没有几个 好吧就是 有听的才帮他回答 这样好不好 无言 算了我们不要整人家啦 好啦好啦 好这一集呢就是聊到这边呢 为大家整理大概十个左右的 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虽然说我们没有 123456789是念完啦 那反正就是希望大家 在疫情之后解封 当下的旅行可以平平安安 那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啦 如果需要跟 解析大叔和奶茶问世的话 问世 对啊现在问世的人不是变多了吗 嗯 对然后可以透过 奶茶或杰西的IG或FB的粉丝 然后呢 嗯社群先还还好了 哈哈哈哈 社群不要先宣传好了 我们先把这些人养好 这个社群我就 哈哈哈哈 干嘛讲清楚 哎呦啊好可爱 哈哈哈哈 每天都要好多可爱的问题 好然后呢 没有它是我们的那个题目 素材的来源 但也很好 我觉得我很鼓励 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勇于发问 至少他是有在想 他自己要干嘛的 至少他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 那些状况 那有想到什么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 我是阶级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use we got unconditional love